感覺拍這部戲很辛苦 然後看網友的留言 從一段許多漢才帥 我不會想被講得漂亮 有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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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終於有講 家人不要難過 你覺得是我們心中 又美又幽默的女生 而且我去看陽光補照的時候 我跟她說 好巧喔 你跟我阿嬤放在同一個地方 對 這是我QA講的話 也太巧了吧 有跟阿嬤打一聲招呼 喂 喂 客家人許光漢想見你 一級比一級精彩 學校生活也是一大看電 最新一集中 許光漢被女生告白後 竟然講出這種理由來拒絕 真是死屁孩 同學 請問 你可以再說一次你的名字嗎 我 我叫蔡文柔 你姓蔡啊 真的太可惜了 我媽從頭到頭都跟我講說 絕對不能跟姓蔡人在一起 因為算命的跟她講啊 我這輩子如果跟姓蔡人在一起的話 我會折瘦的 你 你在跟我 開玩笑嗎 你現實中拒絕女生也是那樣拒絕嗎 不會喔 我覺得她太直接了 理直為太直接了 應該會更婉轉的一點去講 我希望還是可以保持一個朋友的關係 不要那樣講 她講說 謝謝喔不好意思 可是如果她喜歡你沒有很直接拒絕的話 會給人家希望跟故事嗎 我當然還是會 讓她明白我的意思 像是 我的意思是講不好意思 我可能就是真的不好意思 多一個真的 真的 真的真的 對 那現實生活中 詩博語跟許光 哪一個是 不知道上你的 心 我回答這個好嗎 可能是不得已的選擇 沒有 因為他們兩個個性很不一樣 一個是很 很直接的 可是 莫俊傑是很 默默的 陪伴那種 傾聽 雖然她聽你不太好 而許光和粉絲越來越多 比起回副思訊 她更喜歡當面感謝 我很感謝他們的喜歡 但是因為 有時候訊息 就是 量比較大的 然後我又 我又不想要指揮一個 或者是什麼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 除非真的 他們有來 然後告訴我說 他們 他們很喜歡我 然後或者是 對我的愛怎麼樣怎麼樣 我才會就是 當面回覆她 我比較喜歡 做這樣子 所以你會不會常常 為了要去想 可以分享些什麼 然後有點風通 對 因為我其實我覺得 私底下也沒有什麼神秘 就是 有時候也蠻無聊的 所以我也有時候也不知道 跟她 分享什麼 我會用社群軟體 但是我沒有到 那麼熱愛 我沒有說 不行 就是會怎麼樣 我可以一天幫我手機的那種 但是我覺得 我有 我有讓自己再 努力的去 經營社群 社群平衡 社群 社群 我終於有點了 聽了兩個小時 好多人 我會找到 我會找到 你 有時候 被人討厭